Hello,你好,我曾经介绍过Elatrade的铅笔工具 用来画自由线条 Elatrade另外有个曲线工具 可以画出漂亮的几何对称线条 简单又直觉,请看接下来的操作步骤 首先请你开启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在影片下方的说明 有连结网址可以去下载 基本上要做出一个吉他的图形 利用这个曲线工具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练习一 用放大镜工具靠近你来看 在这里面呢,它只要是这种圆形的 一个圆圈的都是单响 两个圆圈的都是双响 所以我们选到工具箱左边的曲线工具 在画面上开始针对这个圆圈的中心点单响 然后到第二个圆圈单响 第三个圆圈 这时候你可以注意到在画面上已经出现一个直线的线段 黑色的线条代表你已经画出来的线条 蓝色的线条是一个辅助 代表你待会会画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再对第三个圆圈的中心点点一下 第四个圆圈的中心点再点一下 最后再回到起始点 再点一下 这样就会完成一个封闭的圆圈 第二个练习 我们跑到右边来看一下 在这个练习里面呢 我们按着左边的手型工具 换一下 然后稍微缩小一点 到简式下 选到缩小显示 然后我们再选到曲线工具 这次我们从第一个点开始单响 第二个点由于是两个圆圈 所以我们双响 双响呢就会产生直线 再往下连到第三个点 再双响 再连到第四个点 双响 回到第一个点 最后这个点呢 还是双响 你可以注意到 刚刚在我们还没有画完之前 它是出现一个曲线的样子 但是你双响之后 它就会把你整个图形 都会变成直线 所以记得单响是出现曲线 双响是出现直线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黑色箭头 在旁边点选一下 这样可以取消选取 我们跑到第三个练习来看 第三个练习我们要画吉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选到曲线工具 从最上面第一个点 一路往下点下去 所以我们就是单响 单响 你可以看着蓝色线条 就可以看到弧线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这边有个技巧 就是你在绘图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要画的话 你就针对圆弧的地方 只要有圆弧 有变化的地方 你就点一下 然后变化比较细腻的地方 像我们看到 这个吉他中间的部分 腰声的部分 你就靠近一点 多点几下 它就会产生比较细腻的变化 回到最后一个点呢 因为我们还是要产生圆弧的效果 所以还是单响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在做第四个练习跟第五个练习之前 我们先跑到第一个练习 再来看一下 在我们用曲线工具 绘图的过程之中 当你画完之后 你还可以再去修改 我们先到选取下 选到取消选取 这样会让我们刚刚那个吉他取消选取 选到我们的曲线工具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针对这个圆形 我要把它变成像右边一样 又有直线又有曲线的样子 已经画完了曲线 可不可以改呢 可以的 你就对准 当初你点选到的这个线条 先用黑色箭头 选取到整个线条 再用曲线工具 对准我们原来这个点 双响 完毕之后双响 只要是在两个双响的点中间 它就会变成一个直线 所以左边这边已经变直线 但右边不受影响 因为它右边 如果你要再变直线的话 再把它点双响 所以这样就做出一个 很像棒球场的形状出来 那除此之外 做完之后这个点可不可以移动呢 也可以的 只要你把滑鼠游标 对准到这个点上面 开始拖拉 你就可以改变它 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再到选取下 选到取消选取 现在第四个练习 跟第五个练习 就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来看看 按着空白键 切换到手行工具 我们选到第四个练习 第四个练习 它已经把线条画好了 所以我们选到黑色箭头 点选到它 选到曲线工具 对准它 双响 这时候它就变一个弧度 同样 你也可以再拖拉 让它变大一点 变小一点 再按着空白键 切换到手行工具 再选到选取下 取消选取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中间这个点呢 移到内侧来 变成一个吉他的 头部的样子 所以选到黑色选取工具 点选 再选到曲线工具 对准中间这个点 你可以看到 当你滑鼠移上去的时候 它会变得一个蓝色的实行点 往内拖拉 右边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往内拖拉 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右边就变成 就可以组合成你的吉他了 你也可以试看看 欢迎你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只要有新影片上架 你就会收到通知 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新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频道